大家好我是晚晚又见面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接着我们的彩妆整理 这一系列的第二篇腮红篇 如果大家错过我第一篇的底妆品 可以哪个角落 PO一个card在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看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整理我腮红的第一部分 膏状腮红都在这里咯 然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面的膏状腮红 其实我怎么说呢 我的膏状腮红我还有几样东西也有 但是sorry大家我找到了 不知道放哪里了 总之 我们现在开始 先说这一个 这个呢是merit他们家的 merit merit他们家的 然后我买这个四号的是stockholm 然后我好像还有一个颜色 但是I don't know 可能之前整理出去了 这个是它的粉色这种的 非常非常流行 现在这种粉色 这样子 我只能说他们家的产品很贵 OK 如果你喜欢这种比较dewy的 然后这种粉色的话 有太好太多太多其他的选择 接下来我也会说其他的品牌 但是我现在merit他们家的这一个 我只有这一个 所以这个呢我会留着 OK 这个颜色呢我现在手里面也很少啊 就比较dewy的这样子的 它非常的sheer 你一定要build up 才能build up的这种颜色 否则的话 看一下 非常的sheer啊 blended to nothing 一点点这种 所以你要去build up一下 要去build up一下 所以否则的话就是 它的这种颜色 它是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那么那么pigment的 OK 然后下面是这一个 这个呢 我要想要收新的颜色 最近这个呢 我应该会收它那一个 Coral还有那个 哎呀再收两个颜色吧 OK 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OK 路花脑这个真的很好用 我知道它贵一些 但是现在的产品说实话 都是往这个价位去走的 它这个大家不要害怕 它这个挤出来的这一个口呢 其实非常好掌控啊 它不会就是说 一下子就很夸张这种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用了一个Studio Light OK 它是这种橘色的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这个就是 我上去之后 我玩自己还蛮好看的 这样子 OK 感兴趣朋友 其实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Coffee Cosmetics 他们家的 叫 这什么 I don't know 我不会读啊 这个当时是 我是看 就是我想做 斯福兰的视频的时候 我看斯福兰2023年什么 Award的大赏 什么什么的 Allure Award 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这个是Pink Prism 它就是有点像 牙膏状的这种的 说实话 然后是这种比较 非常 怎么说呢 pop 这种粉色 这样子 OK 就是蛮难掌控的 一款产品 但是颜色上 还蛮好看的 颜色还蛮好看的 这种 我们先做这两个吧 这个是 Chanel他们家的 大家还记得吧 它叫做Water Fresh系列 跟它那一个 Water Fresh的 那一个Foundation 一起出的 然后当时呢 我买了两个颜色 我是觉得这个颜色呢 我可以把它当成 这一个bronzer去用它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Deep Apricot OK 现在还有哪个朋友 在用这个吗 刚出的时候 整个Instagram TikTok 包括其他的一些 都有一些 Short Video 去demo这一个产品 现在基本上 就消失不见了 这是Deep Apricot 太看得起我自己了 我现在怎么去用它 我怎么去用它 怎么去用它 这个颜色 出去 OK 这个是我会给我朋友 正好我同事 它是超深的肤色 这个它一定会爱的 它一定会爱的 OK 然后下面 这个对它来说 就相当是一个NUDE的颜色 Deep Apricot的这个颜色 所以它一定会爱的 就是Chanel OK 我也没怎么用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Intense Coral 看一下 这个呢 我跟大家说 它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它不能直接上眼 你得在手上 给它这个颜色 Pigment 给它 Pigment 给它弄匀了 再往脸上 上色 才会有那种 你想要那种感觉 OK I don't want it 我完全不需要 OK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就 彩妆 其实你上妆的时候 这个过程 还有妆效也好 其实是一个Enjoy的 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去享受这个过程 像这种就是 霍悉尼的这种感觉 就是 现在就是 已经过了这种年纪了 感觉啊 如果我在年轻个20岁 我可能会觉得 哇很好玩 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不像 现在就想快点 然后 就这样的妆效 OK 所以这个 两个 Out 然后我跟大家说 这一个 这一个呢 我还有一个颜色 但是我找不到了 我新买的那个颜色 我找不到了 不知道让我放哪儿啊 大家 但是两个都不会出去啊 这个是 Love Yourself Beauty 他们家的 我手里边这个呢 是Bubbly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夏天必备的一个颜色 这个真的是很好看啊 而且 它真的是超级上色 十六粉这种感觉的 超级上色 哇 真的是好好看 然后又Dewey 又持久 又上色 你用量一定要少 刚才我觉得 这么一点点 就是你两个脸颊的感觉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好看 然后我很想把它 加到我今天的脸上 现在 不要浪费掉 真的 而且它现在已经set了 真的好好看哦 就是好好看的颜色 好好看 OK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 我找不到了 在我斯芙兰 购物笔记当中 有给大家分享过 但是真的抱歉 大家 我真的找不到了 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可能放入上了 好吧 I don't know OK 然后 这个一定会有强烈推荐 大家去收一支 好吗 Love Yourself Beauty 它就是唯一的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的质感 其实它比较适合 放到这种罐里边的 就这种包装的 press的这种包装的 但是因为它 因为它太 有点太share了 非常的soft 非常的软啊 所以在这个stick里面的话 很容易就断掉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 要稍微小心一些 但是 I don't care OK 这个 另外一个颜色找不到了 OK 不知道哪儿去了 然后接下来是 Hourglass的这一个 cream blush 谁还有 谁还有 OK 这个颜色呢 是Revel 这个颜色就是要 留下的颜色 我现在手里边 没有这个颜色 没有其他的 cream blush 这种red OK 我知道阿玛尼 有出一个 但是 OK 它是这种 red red OK 就是这个 这个我一定会留着 阿玛尼那个 到手之后 然后再说吧 这个暂时会留着 也是好多年了 但是很好看 上年你就知道 它真的很好看 OK 这个是这一个 然后下面是这一个 这个是Diamond Facacious Formula 他们家的 mineral wear cheek and lip color Diamond系列 它这Diamond系列 真的蛮不错 差一点 OK 它也是dough foot 这种的 OK 你可以把它当成 唇部的产品 去用它 你可以当成 脸上的产品 去用它 这种 但这种颜色 我实在实在 实在是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这个 我就直接拿出去了 OK 太多太多 这种了 没有必要原理的 为什么 我还有这一个 这个是 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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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ll Stewart OK 这是他们家的 Leap Cheek 类似这个产品 这个包装 就深得我心 所以就是 Face & Spawner 就出去了 他们两个 就是差不多的产品 但是我喜欢 这个颜色 更多一些 那种 比较 cream to powder 这样子的 这个现在 我之前是在 Beautilish上面买的 但现在好像就 say buy了 这种 没有了 但是我这个 会留着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 同样类似的是 Shallow Tuber 这一个 这是Shallow Tuber 的这个 雾面的 就是 Sponge 这种的 这种的 我就 我就不用了 我用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 它是Sponge上面 因为有很多的细菌 不拉不拉的 所以这个就直接扔掉了 不要 颜色质感都OK 也没有什么出彩的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 没有什么 必要留下来 然后这个当然会留下来的 我说 White & Wild的 这个 Mega Glow Leap & Cheek Color 这个色号呢 是Coral Dream 它总共就三个颜色 来点新色好吗 它就吃亏在颜色太少了 我真的觉得 它比ELF的 那个Liquid Blush 要好用太多了 ELF那一个 完全带走底妆品 一滴不漏的 带走底妆品 这个完全不会啊 它也是这种 大的food 然后 它是有点这种 creamier的 这样的 这个颜色 拿去不用谢大家 拿去不用谢 收 太好看了 这一个 这比ELF的 好看多了 好看多了 ELF我真的 用的好的朋友 超级赞 用不好的朋友 你可以选这个 但是 它可选性 就三个颜色 White & Wild的 干啥呢 干什么呢 OK 醒一醒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White & Wild最近的 很多东西 我都很喜欢 我今天的这一个妆容 接下来 会给大家po上 我也有几个 L White & Wild的产品 你有看到 这张脸是 White & Wild的 打造的吗 开架品打造的吗 哪像了 OK 然后 这个 就是 这个 一定要收啊 就是Coral 这个真的很好看 很夏天的一个颜色 然后 下面是 这一个 Persona 是吧 Persona 他们家的 这个 呃 膏状的 质感真的很好 啊 但是真的不持久 真的很好看 但真的不持久 我必须要在它的上面用一个 雾面的腮红 或者是粉状的腮红 盖一下 像这个 如果你喜欢这种的话 你一定不要错过 White & Wild这个 因为它们两个完全就是 dupe 但是White & Wild的这一个非常持久 我给大家玩一下 看到 几块钱 20块钱 不一样的 OK White & Wild留下 Persona这一个出去 OK 但是这个我要留着 这个我留着它主要就是它的颜色 非常的好看 颜色太漂亮了 这是Persona的这一个叫 Jam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非常好看 这是我手里边唯一一个高状的腮红 我能把它当成口红去用的 不可挑剔 OK 它也不持久 但是I don't care 因为就是我可以补它 我可以去随时的补一下 放到包包里 但是我很喜欢它 眼 就不是眼睛 脸跟嘴唇的色调很相似的 很一致的话 就这个一定要必备一个 不算持久 比较适合干性皮肤 可能它的创始的那一个女生 Persona 她也是这个 比较干的 混干性皮肤 虽然我觉得她皮肤有点油 但是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觉得她整个感觉是有点 因为她的毛孔 还有她整个的皮肤的状态 我觉得是有点 但是她说它是干的 所以 先给你这个 这个呢 同样的 我还有一个颜色 Kindness 找到了 这是Mauve这个颜色 这个是self love 有点Mauve tone的 这样一个颜色 比较deep 这样子的 这个颜色我真的是用的很少 我有另外一个颜色 但是我不知道哪去了 大家 我要找一下 那个我肯定会留着 Kindness那个颜色 则是一个就是橘色掉那一个 但这个我会让她出去 因为这个颜色我真的是不怎么去用 OK 然后在下面是这一个 这个是这两个 一个是 两个都是这一个叫什么 Nude Sticks 他们家的产品 这是她的叫peach pearl 叫matte plus glow 什么叫matte plus glow 就是她外边这一圈是雾面的 中间这个是highlighter 非常黏的一个质感 你喜欢的话就喜欢 你不喜欢的话 你就完全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她真的很黏 真的很黏 但我想说的是 我不喜欢 她就是 很黏 然后不太能set下来 我没有看到她matte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她这一系列出的蛮失败的 我不太喜欢她这一系列的 就是中间带小圆点的这一个 这个out 我自己比较喜欢她这一个 这个呢我还有一个peach的 找不到了 这个是sun kiss的这个颜色 我是直接把它当成bronzer去用的 sun kiss的这个颜色 但是因为它是腮红 所以我放到腮红里边 但是我个人是把它当成bronzer去用 这样子的 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但是我这个呢 说实话 真的跟了我太久了 我感觉颜色就是 有一些质感有些走掉了 所以这个呢 我已经让她出去 这个真的是N年了 在我的克拉神当中 是一个好产品 但是现在不怎么需要她了 所以out 我需要卸一下 我的一个手掌 感觉没有地方试色了 我小心一下 我今天的白衬衫 ok 卸一下卸一下啊 say 他们家的这一个 一个是她的 这是她什么系列 叫glow and sculpt系列 如果你想要glow 就是sheen的话 move glow这个颜色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对吧 它里边这个sheen 但是我当时买 我后来买的这个peach glow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它里边的sheen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完全不一样哦 这个就完全就是这种高光的 这种 ok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sheen的 妆效在里边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很喜欢这一个 我也很喜欢这一个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比较高状 但是偏粉一点的 就是cream to powder set下来之后 有一点powder的feel的话 拿去不用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glow的话 这一个glow真的是太漂亮了 来大家看一下 这是move glow glow吧 glow吧 然后这个是peach glow 就没啥glow了 就是有一点点适应在上边 但是glow没有达到这种效果 它是有点cushioning cushioning的那种感觉 它的膏状不是那种 粘腻性的膏状 它跟其他的膏状 就是不太一样 它有点cushioning cushioning那样子的 蛮可爱的一个妆效 而加上来是这几个 大家还记得吗 tower28 这几个 这个颜色是 叫什么 beach please office hour 这样子的 这种 这几个颜色我都不会 都不会让它出去 因为颜色质感都很好看 这个就是单用它 它有些粘腻性在上面 这个颜色就是magic hour 非常classic的一个颜色 也是我用的最多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经常拿出来用 这种的 那都不会去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golden hour 是它新出的一个 有点橘色痛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拿着出去 我还是很推荐 tower28 如果你不介意 这种比较classic OG的膏状腮红的话 真的是需要试一下 如果有的朋友说 我想试一下 bobby brown的 那就不要去试 你要去试 tower28 虽然tower28也不便宜 但是比bobby brown要便宜一些 OK 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 这几个 先说这个吧 这个是Hindash 他们家的 I don't know 大家 我没有看到高度 我还有收 它的一个bronzer的颜色 就是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当然它的 就是这个set的能力 非常的强了 你可以把它当成眼影去用它 但是这个颜色叫什么来着 Hardist I don't care 出去 OK 然后下面就是这些了 这个是rarebeauty他们家的 我还有两个 我也不知道哪去了 我最近觉得东西很难找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在这儿了 Love Yourself这个我找到了 Love Yourself 这这这这这 没有上去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颜色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Focused 给大家试一下 它是有点 Cinnamon 有感觉 但是它是低微的妆像哦 大家可以看到 有点Sunburn那种感觉 你知道在Sunside底下 去beach的感觉 海滩底下 超级漂亮 这个哪都不会走 OK 怪不得找不到 在我对面 来 上面 还可以再找到其他的吗 I don't know Love Yourself Beauty 那个我是真找不到了 再找一找 我就直接说这一个 Rare Beauty这一个 Rare Beauty这几个 然后 这个颜色呢 是Adore 是它某一年出的 鲜亮里边的 一个颜色 就是 这种 死亡蛙笔粉色 这个呢 我直接让它出去了 I don't care OK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Happy Happy这个颜色 OK 这个我会留着 它有点Coral的 那种Bubbly的 Crayon的感觉 在上面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一些 然后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如果你对Rare Beauty 他们家的Liquid Blush 感兴趣的话 你觉得它的Pigment 非常的Pigment 有点受不了 但是你想要一个颜色很正 Pigment到位的话 你一定要去设个颜色 就是Bliss这个颜色 这是一个Nude Peach Nude 真的是很好看一个颜色 大家 这个就是真的 我推荐个50色了 它就真的很好看 我感觉我这都要 因为我经常用啊 晶空气什么的 像这种Liquid 就是过气的很快 大家没办法意思 OK 这是这个 这是雾面的哦 雾面的妆效 非常好看 Bliss 这个 超爱 强推 这个我会留着 OK 然后下面这个颜色呢 是Joy 就是Burned Coral Orange 这种感觉的 也很好看的颜色哦 这个我也会留着 OK 然后下面这个颜色是 蜡蜡呢 这个有点 叫什么 Sunburn的 那种颜色 太看透气我自己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太适合我 画嘴唇上比较好看 画一点减少不好看 所以这个颜色出去 OK 然后这是 Say他们家的 我的这个颜色呢 是Puppy 也是大的这种兜肤 然后它也是这种 橘色调的 也不算橘啦 这叫什么 Coral Pink 这种感觉的 这个呢 我会留着 我只有Say他们家这一个产品 在这里边 所以这个我会留着 但是这两个好像很像啊 这是Coffee Blush 这个啊 Coffee Cosmetics 我看一下 感觉怎么运染开招 很像啊 二选一啊 哦不像 哦不一样 差一个色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我跟咱们都留着 Oops OK 然后下面是Huda Beauty 这个 Huda Beauty 这个大家不要小瞧它 它真的是超级持久 虽然它是Dewy的妆效 但是它非常的持久 OK 这个呢 我自己会留着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刚开始的时候用 我感觉它有些黏腻感 但是最近用的还蛮好的 这个是Cheeky Tint 这样子 一个橘色调 这叫Perky Peach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它非常的黏腻感 glowy 但是还蛮持久的 蛮持久的 超爱 OK 下面这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啊 这个是CAL他们家的blush 他们家的blush 我觉得要比他们家的 新出的那一个bronzer stick 来的出彩啊 我很喜欢他们的blush 因为他们家的blush 很好看好吗 怎么就不说 它有这个SPF值了 OK 就这个颜色就难以拒绝 OK 再加上SPF值 何点不为 脸颊本身就是高度的位置 对吧 留着 下面这个我会让它出去啊 这是AMI Chloe Koe 还Chloe OK 我很喜欢AMI他们家的定妆粉 推荐无数次 大家各种去backup 你stock多少都可以 OK 因为真的blurring setting非常好 但是这一个 完全是夹杂型的产品 很多品牌都有夹杂型产品啊 因为我要一个线出满嘛 但是不是每样都是精品 这个就不是精品 OK 没有哪一个cream的产品 需要一些力气去晕染 然后还晕染成这种 非常的bleachy 跳色 卡色的这种感觉 很贵的啊 但是出去 不要去买他们家的液体晒红 有太多好多选择了 这么多 这么多品牌 你可以去选啊 对不对 然后下面是 这一个 beauty blender 他们家的 颜色也很好看 质感也很好看 但是就是过期了 没有payoff了 OK 过期了 没有payoff了 过期过得太快了 他们家东西 这个只能扔掉了啊 然后这个是我新收的 这个是 Franco Beauty 这是什么 Franco Beauty cheek slime 然后我这个色号呢 是love flush 非常好看 就是用量难以掌握啊 这些就太多太多了 我跟大家说 用两个脸颊都多 但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拿去不用写大家 好产品啊 这一个 好产品 夏天到了 可以多买一些 这种颜色去用 这也很好看 然后最后四个就是 香蕾尔他们家的 No.1系列 这四个哪都不会去 我太喜欢这一系列的 尤其是这一个 如果你想要一个 颜色上的选择的话 2号 Healthy Pink 是非常好看的颜色 Healthy Pink 经常断货啊 在一些网站上 你可以去他的官网 去看一下 这是Healthy Pink Healthy Pink OK 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 然后这个呢 是三号色 Vital Beige Vital Beige 是我自己喜欢的 可以当口红的产品 去用的啊 它是Dewy的 有黏力感的啊 但是会下来 然后这个是 5号色 叫Lively Rosewood 这两个颜色 比较偏深的话 就挺适合当 唇布的产品啊 接下来就是像 那个 像这个2号色 Healthy Pink 我就不太喜欢用唇布 然后下面是这个 这个呢 是它的4号色 叫Wake Up Pink 就是这种比较橘色调的 也很好看 对哦 这个就纯靠手去晕染啊 它有一些 黏腻的那种感觉 在上边 然后但是它 不会带走太多的底妆 非常好看 这是这4个颜色 它有现在的颜色啊 但是 我自己比较喜欢 4个颜色 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 小槽子里边的 就是我自己的 Cream Blush Collection 这个呢 我就直接放到我的 这一个抽屉里边 打开之后 直接放进去 就完事了啊 然后 这是Cream Blush的 这一个小抽屉 就搞定了 这里边呢 一共是多少个 我看一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十几十吧 21222324 一共是24个 在这里边 搞定 然后整理出去呢 整理出去的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一十二 十三 十四 一共整理出去 十四个 三分之一 出去了 OK了 三分之一 出去了 OK了 然后这里边呢 像这种的 没怎么用的 像这种 就直接扔掉了啊 像这种的 对不对 扔掉 像这种的 这种也直接扔掉 这个过期的 也直接扔掉 Persona这个 也直接扔掉 Shoutube这个 也直接扔掉 然后这几个 状态是非常好的 我就直接拿来 送朋友啦 尤其这两个 我相信 我同事会非常爱的 因为它真的 很适合 像这种的 很适合它 超深的皮肤啊 这两个 找一个下家 搞定 好的大家 那今天呢 忘完了这一个 Cream Blush的整理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然后做一个 小小的合集 因为好多朋友 也想看我的 这个Cream Blush的 这一个比较啊 然后今天呢 就给大家奉上了 接下来的这一个 夏天的季节 相信大家有很多 Cream的产品去选择 接下来当然 有更多的 Cream的产品 在我进入 我的collection当中 到时候也会 给大家分享 这样子的 总之 今天的这一个 Cream Blush的整理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这篇 整理视频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 美妆 或者是喜欢 彩妆测评 或者是喜欢 这种整理视频的话 就关注一下 往我的美妆频道啦 我们下篇 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拜拜